来,今天我们的开场嘉宾空星答应我打红蝶 但是他的班位当时我以为要打歌剧 没想到,因为他上周打歌剧是打了一个不错的成绩 所以说这周是再邀请过来 并且他手里面角色吃比较多 我说能不能打个红蝶 他真打了 写令的话目前S3律师 没找到,没找到 这波狗的这个位置有点好啊 这站在上面看不到哎 那红蝶有点炸突破耳鸣的消失 哎哎哎你还狗还狗还狗 开车吗 这边开车 跟飞 哎没跟过去 没跟过去的话 这轮律师还是一个开车过河 红蝶节奏 有点差 我只能说这个节奏 嗯 可能待会是求生者的一个保平真胜了 律师这边的话逼出闪现就行 并马机的话应该是要到两台半 应该是要到两台半的一个总量 甚至要更多 这里贴边哎 交闪吧 赶紧交闪的还能保平啊 赶紧交闪还能保平 再晚一点的话就两波就人四人开门站了 两台半 嗯你说没得打吗 好像也还行 真四人开门站哎这边呢找到佣兵一个 护币也跳 红蝶这边想逼就想把节奏拉起来 主要前期真的被狗的太太难受了追一刀好的还行还行还行 呃 这里要追个双岛 骗了个护币 为其实这一切我觉得他已经在为开门站布局宝瓶来做准备了 就是尽可能的消耗消耗佣兵的道具 这里的话薄命结束前能拿到这一刀就可以 但是这一刀回头是打断了这波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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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再拖就不好了 再拖这 感觉好像有点来不及了 哎哎 血令拖的很久啊 班位不够 硬打红蝶 只能说感谢空心的一个选择吧 他为我们打了一场开场的红蝶 因为我们这个比赛的话或者夜宵杯的话呢 其实越打到后面会越好打 因为你可以有更多的班位嘛 那么这些班位的话呢是我们这边来做的啊 为图皇来进行的一个班位 追到佣兵 但是好像宝瓶其实还行吧 佣兵不是满血 开门站一个护壁 放蝶 画家这边补画 打叶刀 密码机 点亮 这跑的贼快啊 20秒技能cd才好 想反绕 哎 这波 反绕成功了 但是足迹这边判断错了 他其实反绕到了 只不过呢 我们这边也没有看清楚这个律师 一刀有没有 啊 交闪现留一个 应该是留一个了 因为 待会儿画家有画勘探员这边有磁铁 把自己给绕到了 可惜 好来看一下 第一个点 过来的话 哎 直接抓大富闷薄命好像也不错 看见了 但是抓大富闷薄命呢 空军勘探是具备一定的救人能力的 这里的话 摇掉怀表以后交 哎 哎 哎 那这样的话下一只猫 猫咬住 这怀表已经没用了 一跳 队友这边有没有什么想法 没有想保的想法的话 沉默你 一刀带走 这一刀 有堵的成分 堵到了 挂过来 祭司 不过这套阵容 穷者其实还有的打的 嗯 看了一下使徒的技能带的是一个 金身 这个金身就是上来 要么抓空军 要么抓堪太佑的 没想到这边抓了个大富 还把大富给击倒了 我突然站起来了呀 哎 我的 这一把板少爷把我把夜宵省下来 我给大家发红包 怎么说 来了来了 勘探员来了 祭司勘探两个人之力 他们需要花两人之力来救 但是 这波 晕住 然后 薄叶薄叶薄叶 啊 咔嚓一刀 还行 卡班救下来的 卡班救下来的话 这边反手抓祭司 跳 板子 踩掉 打一下 来 可以学习一下百少爷的天赋 带快踩的 看来这边再丢磁铁 其实不是特别有用吧 这个 一刀 好的 密码机 现在 两排半 怎么说呢 这一轮打出一个换挂 肯定是 使徒这边亏的 就大副这边走了 换挂祭司肯定是亏的 但是呢 对于他来讲 他这边是台遗产级 压住遗产级还行 而且全人之边来救 最大的问题 这是一个金身 看待约磁铁已经交完了 没什么战斗力了 那空军来讲的话呢 过来这个金身就是给你空军准备的 这里的话看见看太元想追想追 但是这就是四黑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的一个救人的侧印做的非常好 定住打一刀 这里的话看太元把猫吃走了 以至于使徒这边没有办法用这只猫 金身直接顶掉 不赚呢 挂地压室去了 那没办法 这波金身交掉了 如果求生者 选择求稳一点 他们可以选择卖掉这个祭司 来打宝瓶 来打宝瓶 打得好的 他们两波救人打得都很好 在这样的一个级别的使徒面前 两波两人救人都做得非常的好 我只能说就是这就是四黑吧 如果是路人局是打不出这样的配合的 因为这个配合你打一轮可能还行 打第二轮的时候 全是很容易乱掉的 祭司这边挂飞 走大副了 哎大副这边急子修掉 大副是个二挂 哎大副是个二挂 是个半血 猫如果能 那那那那 哎咬中了 好 二挂大副 这个大副你别说 他手里有薄命 被闷了 现在的话今生二十多秒 空军救不了人 看那原来救的话 空军修机子有点慢 两边在跑 其实不应该让空军回来了 我觉得其实应该空军救人会更好一点 哪怕这边有精神 哪怕你这把枪交不出去 哪怕你半血 这样的一个轮换 给到的是什么 给到的是这个人就救不下来了 对吗 猫压过来 这里 卡住卡住卡住 你敢动你敢动 哎呦真感动 救下来 救下来 切闪现一刀 好看他原 这边还有一块磁铁 猫放 牵起来 打一刀 密码机不够 嗯 因为这样的一个轮换 他们的密码机 中间损耗的时间太多了 嗯 板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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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埋斯 看一下三抓还是四抓 哎呀面对这样的一个使徒啊 天赋再看一眼来兄弟们准备好截图 不过三二一 学习一下 胜率九十几的使徒啊 S前三使徒啊 不过这边的话有一把枪 这边有一把枪 嗯 嗯 嗯 蛤 哼哼 嗯 哼哼 欸 欸 哼 地窖在前面 懂 躲不掉 但是没关系 猫咬中了 这里封住你的一个地窖口 等下一只猫 你这怎么冲 你冲过来 我就在这边等你 没办法 哎 完成四转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把 帮帮帮 带插眼 很有信心啊 我说有信心吗 他说包的 你还真别说 诶 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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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骗到了 可以 那这边要交喷射背包 这里看到交喷射背包了 感觉这个炸弹连不上 先丢个炸弹封口 翻进去 连炸有吗 哎 炸到了 还行哎 插个眼 防你绕 你真别说啊 这边 插个眼 飞加 嗯 不过他主要有一刀 这刀怎么起 直接交一个悬停喷射背包 要拉走 哇 这一波是双 悬停以后双喷射背包 哎 我没有见过这个配合啊 第一次见到 但是 棒棒这里确实很难啊 就不断的被放风筝一样 各种拉 各种拉 各种跟你绕 拉飞组合 这个拉飞组合有点厉害啊 连炸有没有 有好像还行 现在是个白板 哎 这一波如果击倒了的话 是不是还行啊 密码机总量两台半多一点 连炸 他炸弹其实还挺准的 他炸弹其实还挺准的 这边丢个炸弹封住这个点位 然后一刀带走 不到三台嘛 有个电压室 不挂了 挂空地 做防守 还行啊 只不过就是野人这边来救人嘛 棒棒有点拦不住了 你也真的是比如说来个佣兵什么的 有机会一点 这里 哎 再丢个炸弹配合遥控雷 啊 棒 没有 球人这边似乎是想压死旧这一波 逼野人上租 插个眼 压住这边的密码机 呃 我们来想一想 这边的话 鸡子 野人这边是连着的 那也就是鸡子能修 好像是想打一个压鸡 压鸡救人 真难 真帮帮没办法 哎 等会下来了 哎呀 我就 哎 哎 这颗炸弹要早炸一秒钟 这波人救不下来 机会点就来了 现在的话 虽然说是个双挡 但是鸡子压好了 球人这边的一个选择也是很好啊 就是 选择的是一个压鸡救人 那就没 就不给你机会嘛 这边的话 炸 加油 加油 哎 但是他这边就算击倒了 这个飞银家手里面的眼不够 切不了船呐 那边是在点门的 遥控雷 啊 爆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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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快 呃 还有一个人在哪里啊 拉拉队员在哪里啊 先去把这飞银家挂飞了 拉拉队员双加速 再看 再看 切船 啊 船 来不及 但你别说啊 我觉得真打得不错啊 这帮帮